零零后整顿职场 原来真的会把自己整没了 不要哭鼻子啊 OF5中 苏州大学毕业的梁威 作为全场唯一的零零后男生 在最新项目为了避免淘汰 与他竞争的港姐实习生 熬夜加班到凌晨3点半 而他则熬夜加班到凌晨4点半 结果第二天 只有港姐的法律报告得到领导肯定 因此他非常不服气 但领导则心平气和指出 他复杂化了问题 然而他依旧知异起领导的判断 这个合同是成立且生效的 因为它是一个委托合同 而他甚至还拉财起 同团队的牛津港大师牺牲 我个人觉得这个案情 他们可能考虑的还是简单了 他们都没有分清 只有我分清了 他们都没想到这一点 甚至面前客户 他也坚持他的观点 这20万是异想金啊 没说是定金 对 他这个所谓的定金协议啊 他是挖羊头卖狗肉 客户聊呆了 委托人震惊了 结果领导们都选择了 让他成为第一位淘汰的实习生 但崩溃离开公司前 他还不忘再告诉领导 还有承运 这个合同真的是有效的 所以这样的结局 你觉得真实不能